好 接下來這個難得的畫面是在台中市孫立仁將軍的故居 今天集合了當年第一批他帶來台灣的子弟兵 當年全部有四百人 而今天連同代表家屬回來了一百二十位 最年輕的已經八十七歲了 他們集資肅立了一座孫立仁的銅像 而今年的中秋節前夕 也剛好是他們離開家鄉滿六十五年的日子 揭開孫立仁將軍同向的這一刻 孫將軍的家人還有昔日的老部署 很多人都紅了眼眶 孫立仁將軍的小兒子更是在致辭時 哽咽感謝爸爸當年的大弟子們 對爸爸的這份情 我小的時候父親常常說 他沒有對不起什麼人 就是對這些部下覺得很抱歉 在這邊還是謝謝大家 這麼多年來不離不棄 這個銅像是當年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 學生大隊的舊部署集資為孫立仁將軍設立 六十五年前四百名熱血青年 在中秋節前一天坐上了開往台灣 基隆港的海軍一零二登陸艇來到台灣 六十五年後的今天 十二歲的小夥子成了白髮老人 齊聚一堂同學會 有四百位同學來了 現在就這麼多 還有已經走了一半了 是這樣子的 很高興就不太了 老同學互相幫忙 別起領口上的徽章 彷彿回到當年的軍旅生涯 你以前也是像這樣互相幫彼此別徽章嗎 我們在三十六年以前 跟孫將軍來台灣的 新一軍在國共戰爭期間被稱為是天下第一軍 而當年來台的學生兵更是孫立仁將軍在幹部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四百人 此後成為國軍在台灣新軍訓練的重要種子幹部 從大陸一路追隨到台灣 也見證了老長官落難優居三十三年 最終得到兵犯 孫立仁將軍的大弟子們說 能夠活著回到故居獻上一份心意 人生已經值得 記者王舅賴時捷 台中報導